前几日的一次杂志采访中,杨丽对记者说自己目前还是单身,并且还在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子的出现。 听到这句话,观众们可能就要质疑了,从去年开始杨丽就跟魏大勋一直都有绯闻传出,两人还多次约会时被拍到,只是两人一直都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而已。 这一次杨幂自曝自己目前还是单身,而且还在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子。 这一下让广大网友们炸了锅。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?难道魏大勋被杨幂甩了?还是杨幂被魏大勋甩了? 网上众说纷纭。 巧的是在杨幂接受采访的同时,魏大勋在工作的时候也被网友拍到并将照片发送到了社交平台,照片中的魏大勋略显悴。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,这两人都没有在媒体面前说过自己是单身还是谈恋爱。 而这一次杨幂却在采访时说主动爆出单身。 这到底寓意何为呢?让我们静等事态的进一步发展。